重走核工业路 这一站我们来到了中和集团 海南核电有限公司 一起去看看 充电宝核电站 玲珑一号的建设现场吧 澎湃新闻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澎湃新闻记者洪雨 我现在呢 已经正装待发 位于玲珑一号的施工现场 充电宝玲珑一号 是全球首个开工的 路上商用模块化小堆 标志着我国 在模块化小型堆技术上 走在了世界前列 它的堆芯是集团税 是整个把其他的相关的那些东西 是放在了一起 比如说这个主泵 别的堆的主泵都是在旁边 它的主泵是放在了它这个堆芯上面 复为全球首堆 小堆示范项目建设 无可借鉴经验 建成后发电量可达10亿千瓦时 满足52.6万户家庭生活所需 21年7月开工 预计在25年年底 26年年初投入使用 小堆可以靠近工业园区 甚至可以在岛屿上给海上供电 还有出口中小国家等优势 期待它的建成 在此之前 我们还去了海南核电科普展览馆 在这里我们了解了完整的产业链给中国核电带来的硬气和底气 以及核电所带来的好处 最常听到的两个字就是安全 安全是评价核电先进的指标之一 老师也展示了生活中的辐射 原来在核电站附近一年所受到的辐射量是如此的微乎其微啊 我们还去了海南核电的模拟机大厅 很多人会关心核电站附近的海域情况如何 白蝶贝可能会给你答案 被誉为珍稀瑰宝的白蝶贝是一种大型珍珠贝类 也是国际上最大最优质的珍珠贝 对生长的海域海水水质要求极高 白蝶贝它本身就是南海特有的珍稀贝种 三产米级浇的水质我说实话比我们这还要轻 但是这个贝养不大 它的食物是特别的甜 要求海温是比较高 我们这片海域里面至少能提供给它的饵料跟食物是足够的 海南核电在用一切方式告诉我们 核电是安全的 它们在积极推进海南清洁能源的发展 将形成双龙齐飞的格局 也将全方位展示中和集团自主研发实力